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扎非只有28岁 但卡扎非的政变并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 于是卡扎非奉行与苏联交好的政策 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决裂 当时卡扎非与苏联领导人伯烈日涅夫 可以说称兄道弟 关系非常好 而且苏联给予卡扎非大量军援 使得利比亚成为北非实力很强的国家 在苏联的支持下 卡扎非更不可一世 认为他就是阿拉伯地区的领导人 强与埃及 扑尼斯 叙利亚等国合并 但都不了了之 但依然挡不住卡扎非的狂妄 而且 卡扎非与苏联伯烈日涅夫的关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卡扎非可以不用打招呼 他的专机就可以飞抵苏联领空 这在当时戒备森严的苏联空军来说 卡扎非就是一个特例 卡扎非到苏联访问 竟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 伯烈日涅夫也不反感 卡扎非对那些不友好的国家 更是表现出自己的狂妄 他的狂妄 主要还是来源于利比亚太富有 石油产量多 光靠卖石油 卡扎非就不缺钱 有了钱 隔壁看别人脸色行事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全部一波 也继续延续与利比亚的关系 而且 俄罗斯在利比亚还有大量投资 但在利比亚战争时 令人意外的是 俄罗斯并没有像支援叙利亚那样支持卡扎非 而是抛弃了卡扎非 作为全面继承苏联的俄罗斯 喂 什么没有支持卡扎非呢 一是从国家利益考虑 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遗产 但俄罗斯与苏联已经完全不同 其外交已经很务实了 而且俄罗斯正借不乏成熟老恋政治家 国际斗争很惊艳 就当时卡扎非来说 他不仅在国内失去人心 就是在国际上 美国及西方国家都想让卡扎非下台 而苏联解体后 卡扎非与俄罗斯关系也很微妙 并不像苏联时期那样友好 卡扎非在利比亚战争前 也表现出向西方国家讨好的姿态 俄罗斯认为 卡扎非就是一个随风倒的人 根本靠不住 没必要因为卡扎非而得罪西方国家 二是地缘政治并不重要 利比亚与叙利亚不能比 利比亚是北非国家 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多大利益 而叙利亚是中东地区核心 恶守地中海 苏联时期就派兵在叙利亚海港驻军 而失去叙利亚 俄罗斯就不可能再次回到地中海 所以叙利亚位置太重要了 而利比亚地理位置 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正是抱着这种务实的姿态 俄罗斯才果断抛弃卡扎非 三是大国之间利益交易 据资料记载 俄罗斯在利比亚战争前 早就对利比亚局势进行了研判 认为卡扎非下台已成定局 而此时 法国与俄罗斯有此交易 那就是 法国要出售给俄罗斯两艘攻击舰 这对于俄罗斯落后的海军建设有所帮助 而法国又是力主攻打卡扎非的主要国家 利比亚战争时 法国最先派航母对利比亚进行了空袭 而那时的美国也承诺 让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 为了实现这两个利益 俄罗斯也不会帮助卡扎非 所以世界上从灵法则始终存在 小国永远是大国交易的砝码 况且 卡扎非早已失去人心 而且在西方国家眼中成为眼中钉 所以 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决定不了国家利益 况且 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图片来源网络版 权规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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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等下 课